我之前完成了 CPE 和 LOB 的 program 亦都继续进入了 PCLL 今天是一个执别的大律师 我觉得读完 CPE 和 LOB 的 program 我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的弹性 这个无论是我自己或者我的同学都感受到的 因为这个弹性 其实很多我的同学或者我自己 都可以在之前原有的工作 继续保持着自己事业的发展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 commitment 的同时 也可以继续去进修法律 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也好 为了真的在法律行业发展也好 其实我觉得 CPE 和 LOB 的 program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结构的 structure 也可以给到不同的人 根据他们自己不同的需要 去完成这个课程 这两样是我觉得 CPE 和 LOB 的 program 的两个好处 我本来的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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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在这种课程